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总统拜登与联者会主席鲍尔会谈 鲍尔表示将透过升息冷却经济 直到通膨明确下降为止 屋占欧盟将近九成俄国石油 国际油价再创三个月高点 专家预估涨势将继续 32岁法国记者在乌克兰东部采访时 遭俄军炮击身亡 成为开战以来第32名牺牲的媒体人员 法国外长发声谴责并要求展开调查 冲绳美军基地 每年为冲绳带来880亿日元租金收入 成为房地产投资新宠 房仲统计大部分买家都是外地人 投资军用基地的报酬率比定层还高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香烟工业不只对吸烟者有害 也消耗庞大地球资源 统计生产烟草每年将耗掉6亿棵树 并产生8400万吨二氧化碳 观看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6月了 在6月1号开始 上海封空65天的历史翻过一页 这段历史会不会重演 没有人知道 但毕竟这是解封的一天 结束长达65天的闭关生活 在今天的凌晨零点 居民第一时间冲到大街上 要大分贝地欢呼重获自由 因此在半夜出现了上海的高架道路 公路 大塞车的奇景 在半夜上海的外滩东方明珠塔 这些景点涌入了大量的上海人 大家都在这个时候要抢先呼吸第一口自由的空气 但是上海现在还有65万人苦哈哈 这六个中风险区仍然在风控当中 那么另外呢 上海虽然在6月1号大解封 但是搭乘大众交通出入公共场所 一定要拿着72小时的检测阴性证明 那么换句话说呢 上海人几乎每三天就要去检测一次 那么另外上海继续关闭的是室内集会的场所 包括博物馆 影剧院和健身房 一起来看一下上海人今天的兴奋 停摆65天 上海这座城市再度苏醒过来 外滩景点重现人潮 跑步 赏景 正式解封后 社区管控也完全解禁 闸门一开 居民冲上大街 其实从跨过午夜12点 一进入6月1号 上海市民们就迫不及待 大肆庆祝 这一刻起上海成了不夜城 深夜大批车潮涌现 一辆辆车开往隧道高架道路等 部分路段甚至三更半夜还出现大塞车奇景 上海著名夜景景点 像是外滩东方明珠塔 市民更是流连忘返 希望我们以后争取这样的生活 也不要再疫情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刚开始被封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嘛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买菜啊 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辛苦度过两个多月的风控生活 回归后的上海还是有必须遵守的防疫规定 隐居院博物馆和健身房等密闭场所继续停止开放 另外上海目前有六个中风险区 涉及敏航嘉定浦东松江青浦区 约有65万人 仍在隔离中 为了适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 我是自2022年6月1号起 将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核酸单样本检测 这个价格有25块下调至16元 因应接下来的常态化防疫 上海预先调降筛减费用 而目前各站点免费检测到6月底 由于大家大众交通出入公共场所 都虚持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市民平均2到3天就要检测一次 许多检测站没来得及启用 导致市民花时间在排队筛减上 上海回归百废待聚 有复工的食品店也没把握 以下子把损失赚回来 根据大陆媒体中心社说法 光封控两个星期的经济成本 就超过人民币1500亿 预估上海经济损失占GDP的20% 因此在上海解封的同时 大陆国务院也发布了一系列稳经济措施 对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并参加失业保险的可按每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 向企业发放一次性扩港补助 除了保毕业生就业 在刺激消费方面 对部分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 还要求各地不可以对汽车寄出限购措施 推动新能源车下相等 甚至乎可能第三季的初期 其实都挺大机会会见到各行的一个PMI 都会去回50楼上的一个表现 要看回其实官方的一些防疫政策 其实仿佛会去到什么程度 就可能清零的一个政策之下 未来来讲其实会不会有机会 疫情好转 经济固然会有起色 不过大陆坚持动态清零 存在反复风控风险 市场对于能复苏多少 仍有质疑 TP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换算时差是欧美国家的全球禁烟日 每次在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烟草经济发展越来越蓬勃 为了种烟草 我们这个世界每一年会砍掉 6亿棵树 那么相当的水资源耗损是220亿吨 而这整个过程会排出 8400万吨的二氧化碳 相当于航空业年排放量的五分之一 那么另外呢 随处可见的烟地 每一年有高达4.5兆的烟地 是没有处理 烟地绿嘴里面含有塑胶和胶油 那么对于野生动物也会带来长期的危害 我们就来看一下全球禁烟日 这一则烟经济的分析报道 吸烟容易引发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过早死亡 但除了危害身体健康 还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发布的报告指出 为了种植烟草 每年需要砍掉6亿棵树 耗掉220亿吨的水资源 在制造和运输的过程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甚至高达8400万吨 相当于航空业每年排放量的五分之一 另外随处可见的烟地也是大问题 每年都有高达4.5兆的烟地 未被妥善丢弃 由于绿嘴中含有塑胶和胶油 会危及野生动物 还会造成不可逆的塑胶污染 香烟绿嘴是全球第二大的塑胶污染 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将它视为一次性塑胶垃圾处理 并考虑加以禁止 同样正在危害环境的还有煤矿业 智利瓦尔帕莱索 小镇上堆放的大量矿渣 让附近的洛林农每一天都活在恐惧中 智利是全球第一大铜金属 第二大的锂金属生产国 全国像这样大面积的矿渣堆放场 至少有740座 除了一直存在的地震风险外 当地环保人士搭起抗议帐篷 诉求采矿公司停止堆放矿渣 担忧在长期干旱下 若是突然降下大雨恐会发生崩塌 矿渣中含有大量的有毒重金属 当地官员担忧若是发生大暴雨 将会造成大范围的水污染 危机民生用水外 整个流域和生态性恐怕都会危在旦夕 一份在2021年刊登在科学报告的研究层估计 全球在未来五年采矿产生的废弃物将增长26% 经济建设在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仍然持续focus在国际政治上强国角力的发展 中美两国在南半球持续的对抗 中国派出了外长王毅亲自访问南太平洋的岛国 王毅使出浑身解数 那么试图呢挖南太平洋美国的墙角 但是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在我们昨天focus就已经提到达不成任何协议 而纽西兰展开新的外交动作 纽西兰总理二登 周二到了白宫跟拜登会谈 至美国跟纽西兰八年之后再一次在白宫展开的元首峰会 那美牛两国呢对于北京试图改变南太平洋的战略格局都非常关切 而中国最近在南海也踩了菲律宾的红线 因为中国单方面宣布长达三个半月的禁止捕捞旗 彻底惹恼了菲律宾 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在南太平洋十天八国的马拉松市访问 周三转进万纳渡 获得当地以原住民舞蹈热情迎接 一天之前王毅已经顺利在东加完成多项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 其中包括由中方为东加提供警察实验室 以及海关检查设备的协议 至于外界关注的安全合作协议则未能出现 南太地区主要国家之一的纽西兰 总理阿尔登周二则首度进入白宫 展开国为八年的美纽元首会谈 拜登与阿尔登两人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除了强调美纽双方将加强伙伴关系 更对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有同样渴望 同时表明要加强与南太岛国的接触 美纽双方更指出 对于一个并非两国共同价值或者安全利益的国家 长期在太平洋地区展示军力表达高度的关切 他们忧心相关举措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内的战略平衡 这番说法被视为不点名的批评北京当局 以及早前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密约 尽管北京与所罗门当局多次强调 相关安全协议公开透明 但从王毅在斐济召开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上 没有办法达成任何安全议题上的共识 中方有意与南太岛国共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图 也难以推进 显示南太岛国认为 与区域外的国家建立紧密联系 并不符合当地的利益 对南太岛国来说 气候暖化的威胁等生存难题已经迫在眉睫 无暇理会大国间的合纵连横 因此他们更乐意在旧爱与新欢之间找平衡 也就是和澳洲与纽西兰这两个传统伙伴 以及中国这个新朋友都保持友好 不想被绑在东西方任何一条船上 围绕南太的现在的国际关系的斗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所以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面临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一种压力 王毅在南太岛国访问期间还公开向美方喊话 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 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很不正常 美方的极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 嘴里说着要减少冲突 行动上却无视他国利益 中方近日在南海硬踩他国红线 当方面对有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 宣告长达三个半月的休逾期 包括菲律宾与越南的专属经济海域 都被中方无理纳入禁止捕鱼的区域 这引发非国强烈不满 公开发声明谴责 透过一带一路以及多种经济援助 中方积极拉拢南太平洋 以及东南亚等大批开发中国家 壮大自身盟友力量 但各国在自身利益 以及与中方存在的既有矛盾之间 能不能抛开顾忌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恐怕很难乐观 P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今天我们要focus两个国家的大选 先来看的是哥伦比亚选总统 第一轮投票结果 首轮投票当中领先的是一位经济学家 叫佩特罗 他因为参加过左派游击队被捕入狱 跟黑帮关系很良好 有人认为就是他了 他可能成为哥伦比亚第一个左派总统 紧追在后的是有哥伦比亚 川普绰号的一个百万富翁 77岁的河南德兹 两个人要对决的第二轮投票 6月中才会举行 哥伦比亚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 一个比较相对贫穷的国家 因为它的贫穷人口超过四成 它有三方势力 割据这个国家 分别是贩毒黑帮 左派游击队 还有政府军 所以这个地方面对了政府贪腐 官黑勾结 他们的选民非常希望能够选出一个改变现状的元首 哥伦比亚总统大选第一轮结果揭晓 由第三次参选的左翼正之家 首都波哥大前市长佩特罗 以40.3%的选票领先晋级 让他无法一次夺下总统大位的 是有哥伦比亚川普绰号的77岁百万富翁贺南德兹 迎走28.1%选票 贺南德兹代表的有钱老白男保守势力 强调对决前游击队员与非裔单亲妈妈的组合 哥伦比亚总统也是三军司令 人民直选 任期只有四年且不得连任 哥伦比亚特殊的三权分立 独销反政府游击队与政府军警 让人民始终没平静日子过 亚马逊与林中有贩毒集团农场与制补工厂 政府军又与游击队 哥伦比亚武装革命力量 数十年来冲突不断 政客们贪腐收贿 或者遭游击队绑架都是常识 而未来可能是总统的佩特罗 以前就曾是体制外的反政府左派游击队M19的队员 1980年代后期他却转向开始洗白 1991年当选国会议员 不过他仍坚持左派路线 后来又当选波哥大市长 翻转人生的佩特罗能否翻转哥伦比亚的贫困呢 除了发展绿能的潜力 哥伦比亚石油矿藏与自然资源并不少 但就算在疫情冲击前 哥伦比亚还有42.5%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是拉丁美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曾许诺要保护森林 积极减碳牌的现任总统杜克马奎斯 3月份却违背环保的竞选承诺 开采页岩油让许多依靠河流鱼捞维生的民众抗议 破坏生态冲击生计 而欧战之后各国政府又决定出口煤炭赚大钱 号称要发展干净绿能的德国是可能大买家 但疫情冲击经济之下 拉丁美洲的智利密鲁和宏都拉斯都相继选出左派总统 哥伦比亚人民还是对佩特罗寄望甚深 另一个原因是他主张用绥靖协商 取代与毒品黑帮和游击队之间的武装冲突 甚至让毒品生意去形式化 这与美国的立场显然相左 重兵借户下面对镜头人淡定微笑 这是哥伦比亚目前最大贩毒黑帮 海湾家族老大乌苏佳 今年五月初被引渡至美国受审的场面 去年十月开始 为了抓捕他 美英两国弃毒远景都参与 哥伦比亚更出动五百名特种部队 但各国政府真希望这黑帮大乌回国吗 乌苏佳被捕后 嚣张的贩毒黑帮对平民发出宵禁令 阻断经济活动 上百起暴富性暴力袭击 让各国政府更加颜面无光 而政客与黑帮勾结 也不是新鲜事 是景小民看得清清楚楚 尽管佩特罗从未正面承认 但他的游击队背景 以及与贩毒黑帮间关系好到不行的种种传言 仍甚嚣尘上 支持者们不梦想清联政府 只希望佩特罗真叫得动 游击队与黑帮 靠人脉协调各方势力 给哥伦比亚带来真正的和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focus两场国际大选 一个是前半段报道的哥伦比亚 第二个呢 就是地缘相对近的南韩 南韩这场大选有很多点值得观察切入 第一个呢 他是在总统大选之后 22天就举行的地方首长 跟地方议员的选举 那么因此呢 他被定义为是一个 朝野两党的家常的延长赛 那么第二个是画面上 你已经看到了 他这一次呢 放宽参选的资格是18岁 也就是说呢 全韩有7个不到20岁的人参选 您看到画面上 这三个人都非常年轻 里面确实有18岁 就是高三学生 就想为名喉舌 进入地方议会 还有一个观察点呢 是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里面 在后来退出大选选举的 以及和元首宝座 擦身而过的 这两个相当重量级的候选人 立刻重P战袍 投入地方议会的选举 投入地方的国会议员的选举 那么也使得 那么整个开票过程 应该是充满了惊险刺激 一起来看一下 南韩今天投票的选举 青秀脸庞展露满满自信 顶着艳阳在大街上卖力拜票 他是刚满18岁的南韩高中生 也是南韩这回地方选举 最年轻候选人 南韩第八届地方议员 及地方政府首长选举 一号正式登场 今年一共有7名 不满20岁的热血青年 挺身而出 南韩去年通过 公职选举法修正案 将参选国会议员 和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年龄 从25岁下修至18岁 修法之后的第一次选举 这一群志气未脱的候选人们 引发关注 难以摆脱年纪小的标签 选民普遍也都对新面孔感到陌生 南韩这一次地方选举 不仅对政坛新人来说有难度 对政坛老将而言 也是场印象 三月份总统大选 安哲秀最终放弃参选资格 接受国民力量势力整合 就连元属党派国民之党 也被并入旗下 安哲秀再度放手一搏 首次披上国民力量战袍 参选经济道议员 而当时以百分之零点七三 隐恨输掉总统大位的公统民主党李在明 趁其三个月也卷土重来挑战人川市议员 两位话题人物参选 让这一次地方选战规格升级 也被视为是总统大选加分延场赛 国民力量派出媒体记者出身 前国会议员金恩惠参选经济道知识 头号对手是共同民主党前经济副总理金东眼 虽然是地方选举 但朝野为了日后布局 布约而同都征召党内大将出面应战 拥有超过一千三百万张选票的经济道 是兵家必争之地 两人一路激战 封冠民调难分难舍 结果难以预料 而首都圈的另一部分首尔市 同样也是朝野决胜点 国民力量吴世勋 补选上位一年再次挑战连任 而共同民主党党魁宋永吉 则亲自出马 誓言要夺回首尔市 两人证件都聚焦市民最关心的房市议题 执政的国民力量想要延续总统大选的气势 目标在行政首长十七地选战当中拿下九席 而在野的共同民主党也全力冲刺 希望能拿下至少五个选区 依袭刷大选败北尺入 新政府成立仅22天 地方选举会如何改变南韩政治版图 动见观瞻 T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东北亚另外一个国家 日本 那么今天的话题是 冲绳收回的美军基地附近成为房地产投资的新宠 这些军用地 日本政府每年付的租金总计超过880亿日元 而高达七成 这些美军设施都集中在冲绳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美军用地 由日本政府向民间乘租 然后再租给美国 租金高低当然是看地段 冲绳回归半世纪 美军用地的租金每年都攀升 投资报酬率比放银行定存好得多 所以很多外地人开始抢购冲绳的军用地 那么要当国家的房东稳定收租 那么也使得冲绳人看到的是外地的房客 抢买他们的地产 他们反而希望军用地归还之后 能够替冲绳的城市带来全体性的正向发展 不仅仅是像现在的炒地皮 美军基地重生人的眼中刺 却是投资客的新头号 群用地求求 と書かれた看板 沖縄県内で数多く 群用地とは沖縄に集中している アメリカ軍基地に提供されている土地のことです 群用地が投資目的で売買されている実態 初めて目にしました 群用地といっても土地の売買ですので 制度上問題はありません 基地均武安全疑虑 一直以来让沖縄政府头痛 但所谓富贵险中求 基地竟成了房地产投資新重 沖縄的均用地大多为民有 或隶属地方政府与自治单位 日本政府作为中间人与地主签约 右手把租来的土地提供给美国 左手把国库里的银子交给地主 所以说是群用地 仍适用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房产三大定律 周围地段决定租金 自沖縄回归以来 地租只有越来越贵 日本中央政府每年要付超过880亿日元 这种补助政策 让群用地成为稳定投资 其中加售那基地一带 因土地归还日不确定 是投资人的大热门 多数冲神人一点都不想跟基地有关联 也因此军用地买家多是外地人 受访的房仲商表示 大约七成客户都不是来自本地 官方统计也显示 近五年来外地地主多了两成 这项投资的发展史得从二战说起 美军等上冲神 为了加强军力部署 美国政府制定了被称为 刀枪与推土机政策 打肆强占村民土地 再用美金打实话小 规矩一路沿用到冲神回归 租客从美国政府换成日本政府 一般地主想卖就卖 换成钱反而干脆 但乡镇自治单位可不行 有的在地乡镇公所选择回馈乡亲 把每年获得的上千万地租 拿来盖公用设施 或是添购生活用品免费发放给居民使用 拿着中央的钱提高居住品质 果然是好事 但对冲神而言是一席一忧 与城镇情感连结相对不弱的外线地主 只是为了稳收国家租金 买地透过网络一键搞定 一寸冲神土地都不用踏上 学者强调 冲神人都盼着军用地归还后 城市整体迈入正向发展局面 然而随着土地被外线私有化 带族约到齐后 预期延变为炒地皮现象 冲神人的军用地问题 回归本土50年后仍难以落幕 体育月新闻众报道 接下来我们Focus转进国际性的大都市纽约 大苹果在今年年底会有一个大战出现 这是半世纪以来盖的最大铁路客运运转站 位在目前大中央车站地底下 那么这个站它花了百亿美金打造 而且盖了14年 如果从规划算起已经超过30年了 它的主要的交通功能是让长岛的铁路 可以整个延伸进纽约的曼哈顿东城 那么因此在这么长的这么大的工程里面 经费比原计划暴增了三倍 如果我们把百亿美金换算成台币 等于这个大战花了新台币3200亿 纽约州长命名新站为大中央麦迪逊 那么竣工了以后 它会使得通行时从长岛进纽约 曼哈顿中城省下40分钟的车程 我们一起先去看看 纽约耗时14年工程 斥资111亿美元 相当台币3200亿的长岛铁路 新转运站即将完工 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 这个近2万坪的车站 将命名为Grand Central Medicine 大中央麦迪逊车站 这个原名东城通道的纽约市公共工程计划 是要把长岛铁路 从原来在皇后区的主要干线 延伸到曼哈顿东城 大中央车站底下的新车站 横跨43街到48街的麦迪逊大道 不过这个巨大工程一言再言 原定2009年完工 但工期不断拉长 经费也不断增加 从规划到完工24年下来 造价从35亿美元膨胀到现在的111亿美元 纽约州长说 这次不会再延 将如期在2022年12月启用 新车站就在大中央车站底下 大厅横跨纽约7个街区 位于地下15层 它也将是大都会北方铁路 和纽约市地铁的交通枢纽 是美国自1950年代以来 建造的最大铁路客运总站 大中央麦丁市车站 将会把部分长岛铁路终点站 从目前位于西城 早已过度拥挤的宾系法尼亚车站 移到大中央车站 为16万在曼哈顿东城工作的 长岛通勤者 省下不少时间和麻烦 纽约宾系法尼亚站 是全美最繁忙的车站 疫情前 尖峰时刻往往挤得水泄不通 新车站将可以分散部分人潮 官方估计 新站再加上第三条新轨道 将可让长岛铁路车班 大增40% 早上尖峰时间 从113班增加到158班 到时乘客将升入大中央车站底下 升30公尺的车站 内设25家零售店面 以及新轨道和月台 目前长岛铁路搭乘率 仅疫情前三分之二 不过新车站开通后 长岛铁路 进入曼哈顿的列车将翻倍 每小时最多24班 平均可减少40分钟的通勤时间 旅客从纽约甘乃迪机场 到大中央车站也只要40分钟 不过这项工程 比原定计划晚了13年才完工 年底能否如期上路 纽约客引颈期盼 体育新闻中科报道 而就美国的交通运输成本来说 随着油价的飙扬 随着通膨难以压抑 成本会越来越高 欧盟在这个星期通过了制裁 禁运俄罗斯的石油 年底前会减少9成俄罗斯石油的进口 国际原油价格立刻反应上涨 布兰特原油飙升近2% 每桶116美元 那么叫苦连天的美国民众 交通支出一定增加 那么通膨已经让拜登 现在的民调直直落 他会见了联准会主席和财政部长叶伦 同时公开向全民喊话 他不会干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而联准会主席表示 还是持续要透过深袭冷却通膨经济 直到通膨明确降到标准值为止 美国通膨率创40年新高 老百姓对经济的看法也越来越悲观 约有七成的人认为经济不理想 周二总统拜登邀请联准会主席鲍尔 和财政部长叶伦到椭圆形办公室会面 展现对通膨危机的重视 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绝不会干预联准会的货币政策 但言谈间也暗示联准会在 升息意志通膨的同时 也要顾到经济成长 这让才刚通过参院连任任命案的 Fed主席鲍尔感受到压力 拜登过去一年多来 一直想说服民众 相信通膨只是暂时 他也提出乐观的经济数据 以增加民众信心 但通膨持续恶化 也让拜登威信受挫 财政部长叶伦率先承认错误 欧盟已经通过禁运俄罗斯 石油的制裁 在年底之前将减少 百分之九十的进口 加上中国大陆上海解封 预期能源需求会增加 国际原油价格再次上涨 布兰特原油飙升近百分之二 美国民众更是叫苦连天 因为交通费又要增加了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周二收盘 微幅下挫 除了受油价上涨的影响 联准会理事华乐透露 将在接下来至少两场会议中 每次升洗两码 直到将通膨控制在 百分之二的目标达成 这也引发了经济衰退的疑虑 拜登三十日投书 华尔街日报专栏 详述解决通膨的三部分应对计划 包括货币政策 确保家庭可负担支出 史上最大规模石油储备释出 修复供应链和加强基础建设等 通膨危机重创拜登的支持度 目前已经跌到42% 11月其中选举逼近 白宫也将火力集中在解决经济问题上 政府能挽回多少民众信心 还有待观察 但许多经济学家评估 美国的经济问题目前尚未触底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冲击全球经济的欧战 乌克兰的战火集中在东部 30号传出前线记者殉职 32岁的法国BFM的记者 他和采访团队搭乘人道bus 从北顿内刺客疏散的时候 被俄军的空袭炸弹炸伤伤众不治 他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第32位牺牲的媒体工作者 法国的同事感到相当痛心不舍 大国总统马克宏哀悼 而法国政府要求乌克兰 对这件事情展开调查 让家属能够得到安慰和公道 乌冬交战非常激烈 拜登政府同意再提供先进火箭系统 帮助乌克兰一倍之力 站在画面右方戴着耳机连线 提供乌克兰战火最新报道 他是法国记者勒克雷伊姆霍夫 4月23号这段访问 成了他公开的最后身影 5月30号他从北顿内刺客 搭乘人道巴士与其他平民撤出时 遭到俄军空袭的炸弹碎片 极重不至 32岁命丧异伤 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的 法国总统马克宏 向媒体证实这项消息 并且表示哀悼 勒克雷伊姆霍夫效力于法国 BFM电视台消息传回法国 同事都感到不舍 五国借记者组织出面控诉 当时采访团队搭乘的车辆 32名丧命的媒体工作者 在记者遇害的同一天 法国新任外长科隆纳 造访乌克兰基辅 表达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同时谴责俄罗斯抛袭 平民和记者是战争罪行 要求乌克兰政府和东部地区首长 就此事件展开调查 但俄军的攻击持续 就在法国记者身亡隔天 乌克兰东部的斯拉夫·杨斯克 遭到猛烈空袭 至少三位平民死亡 不过近期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 长期被俄罗斯控制的小镇 开始出现黄丝带运动 从克里米亚到赫尔松 都能看见这股沉默的力量 正在涌现 俄军31号为了攻下北顿内刺客 袭击一处化学工厂 硝酸储存槽发生猛烈爆炸 有毒烟雾对方圆400公尺内的人员 造成威胁 当局呼吁民众紧闭门窗 不要外出 俄罗斯近期采取远距空袭 让乌克兰束手无策 拜登政府同意提供先进火箭系统 但人与乌克兰期盼的M142 海马斯射程达300英里来说 也有段差距 拜登强调美国不直接参与战争 希望能在乌尔战火上 驻乌克兰一臂之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focus 今天的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